立式圆屏定位贴标机校区视频 标签的安装 取下撂盘 直筒中心对齐撂盘中心装好 装回撂盘压紧再锁紧固定螺丝 注意标签相对撂盘不能滑动 按视频绕好标签 注意标签必须从侧标电眼中心穿过 按视频绕好标签 包标板出来后把标签稍微拉长 标签绕好牵引机构后 锁紧左右牵引机构 注意牵引机构的锁紧和松开都是顺时针转动 卡好标签地址 标签安装完毕 装好标签后进行标签测试及出标位置的调整 按启动调试模式进行点动出标 点动出标出几张标签 让标签出标过程中自动走正 再点动单部出标 看标签出波标板 是否是10毫米左右 标签露出此波标板10毫米左右 如果长度不对 则通过调节 测标电眼位置来校正 移动好测标电眼后 点单部出标 确认标签是否是所要求10毫米左右 测标电眼校正 同时按加减符号 等红灯闪烁后再标签或 空白底纸上来回移动几次 红灯不闪烁后即可 绿色导向的调节 放产品到输送上 放产品于输送 以分平轮同侧导向为基准 调令以便导向加项产品 但保证产品能顺利滑动 后面导向尽可能打开最大定位轮的调节 把产品放于定位轮中间 看定位轮是否与产品平行 如果产品与定位轮上下不平行 则松开定位轮固定螺丝调整后锁紧 侧物电眼的调整 把产品放于侧物电眼底部 距离电眼约10毫米左右 放大器的调整 看放大器红色竖直 有产品和无产品时数值各是多少 然后把绿色数值按加减调到 有和无产品时的两数值中间值 启动机器进行自动运行贴标测试 贴标高度调整 看贴标效果 标签高度是否合适 如果贴标高度不对 调动上下调整首轮进行调效 如果贴标接口出前后高低不平 松开调整做前后角度调节螺丝 然后调节手柄调节 触摸屏主画面有单双标选择和 定位模式选择 看产品需求进行选择 出标速度和副标速度要匹配 如果出标速度过快 则贴标会起照 如果出标速度过慢 则会出现拖标 拖标板处底纸会松动 要加大出标速度 如果产品经过侧物垫眼后 没有到包胶 轴中心加紧 则调节定位延时到合适